有些好像會有那個 反正現在製作產產權蠻重視的 所以你也不能亂用 那我是直接就找了其中一個 就打關鍵的數字 裡面的話好像有一個蹊蹺的吧 會忘記的在哪邊 然後呢我就把它切切 切完的話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自己再找一個啦 自己再把這個切切 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你就是在雲端白板上面 找一下好像我記得 我在這邊有放一個那個PIC的圖 好像是在那個下載區裡面 會有一個是這一個吧 PIC60的這個 因為好像是60x60 那放在那個 因為剛好我們的Button 我印象中好像我這個Button 也是剛好是60x60的樣子 所以如果說你放上去的話 你要解析度剛好一樣的話 這個這個亂掉了 這一個吧 所以你這地方要先確定一下你按右鍵 你的Y60 然後height的話呢 大概就用預設的 大概寬度我每個都60x60 如果你不是60x60的話 看看會不會把它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或者是說你再去調圖也可以 那圖的部分 請各位在雲端上面 把剛剛我講的這個 下載下來 那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會有 九個圖吧 加上每一張 每一張好像我又把它 背景又把它填另外一個顏色 還好 就是說 這邊在下載中 顯示一下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兩張 一張是沒有按下去的 一張是有按下去的 就這邊解出來 解出來的話 裡面有個PIC 有沒有 那這個是 就是原來的 當按下去的話 會換一張圖 當然你可以自己去做啦 因為這個很花時間 我後來發現 美工也很花時間 這個要 有時候其實 自己要懂一點美工的話 也很快 其實說真的只是簡單 把一些東西做出來 那 這些總共有18張圖 那這個不要選到 這個好像多出來 會自己產生 把它複製 貼到哪邊 特別注意 複製之後的話 或者你用拖拉的方法 可以直接把這個PIC 有沒有 直接拖拉放開到 這個Drobo裡面 那特別注意 以後要放圖的位置 一般 基本上當然你要去管它 有好幾個Size 有什麼H 高的 Low的 有沒有 Middle的 超大的 超超超大的 那關於這個Size 請各位可以到Google的官網上面 它會有一個Size 那那個 那個部分的話 它有 多少到多少是小的Size 比如說3.2吋 可能是小的 2吋到3.幾吧 然後 再來就中的 大概4吋左右 再來是大 再來是超大 再來是超超超大 那各種Size 你如果要做得漂亮 你變成什麼 每一個都要去 去做一個它的解析度 如果你不想那麼麻煩的話 你乾脆就放在Drobo裡面 好了 大家通通都用一樣的圖 那如果比較 比較小 它會 它會 比較大它會縮小 比較大它會把它整個撐開來 OK 那當然看起來就會 不是那麼漂亮啦 不過至少 可以解決暫時的問題 OK 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把它丟進來 你可以用複製貼上 或者直接我習慣用拖拉的 這樣拖拉進來 放開 也可以直接整個進來了 那進來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加呢 其實也非常簡單 第一個的話 你就游標放上去 裡面的Text有沒有 裡面的文字 你可以先把它 把它Click掉 為什麼因為不用了 我們現在把字變成圖 那第二個是說 你找到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部分 預設會展開 好像預設這個底下 有個Text View裡面一堆 請你把這個收折一下 因為它在很底下 在View的這個 這個群組裡面 會有個叫做Background 那因為你把這個圖 放進來之後 這個圖放進來之後 在你的什麼呢 在你的R的那個大R那個檔 它會自動幫你登入 因為你有放圖進來 它會幫你登記在那個R裡面 會自動有個R.Drobble裡面 就會有這個圖 那登記的話呢 就是這張圖的編號 是一個整數 另外就是說 特別注意 一個非常重要的 因為很多同學 自己做出來的圖 放進來就是一直錯 插插插 全部都插插 為什麼呢 非常重要 第一個 圖檔的名稱 請不要用英文大寫 英文大寫不接受 這個圖裡面 書裡面不知道哪個地方 好像都沒講到 好像有一兩本書有提到 第二個呢 這個圖檔的名稱 請不要用數字開脫 也就是說圖檔名稱 一定要小寫的英文 那中文我是沒試過啦 不過應該也不會有人用中文來 來當檔案的名稱 不過 可能錯誤的 即便暫時可以run 我想將來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問題 也不知道 所以還是不要 反正你們就記 圖檔名稱 只能夠用英文小寫開頭 所以我這邊全部都PIC開頭 OK 這邊特別注意 因為很多同學 奇怪 沒有問題就變有問題 因為自己切圖之後放進來 就發生錯誤 OK 再來的話 因為我們賄賂的時候 他自動會幫我們去登記 所以將來你們在 Background這個屬性 有沒有 Background屬性 就是這個Button的 Background屬性裡面 你可以把它點下去 點旁邊的按鈕之後 他會出現 這一個圖讓你選 那你可以看 第一張就按確定 第二張就再選第二張 一直類推 那就把這些 按照 因為我們解析度跟 這個的寬度 跟那個寬度是一致的 所以放進來就會剛剛好 就這樣圖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先把那個底圖 先改為圖字 那第一個的話 你做出來 就會有這個效果產生了